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职场达人,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职场搭积木,小成就堆出大未来 二,薪酬烹饪术,调味料是你的努力 三,社交糖果屋,甜言蜜语,开启友谊之门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职场搭积木,小成就堆出大未来 好的,让我们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来探讨这个话题 职场搭积木,小成就堆出大未来 想象一下,你的职业生涯就像是一盒五彩缤纷的乐高积木 每一块小小的积木都代表着一个小成就 可能是一个成功的项目,一个得到认可的报告 或者是一次同时间的有效沟通 这些积木快虽小,但别小看它们 正如你不会小看一只带着计划征服世界的小松鼠 在职场这个大型游乐场里 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专注而又略带些严肃的孩子 试图用手中的积木搭建出自己的梦想城堡 一开始,我们可能只是随意堆砌 搭出一个摇摇欲坠的小塔 然后自豪地向同事展示 就像是孩子向父母展示他们的杰作一样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学会了策略和耐心 每当我们完成一个任务 我们就在基础上多添一块积木 这些积木可能不会立刻吸引所有人的注意 但是,就像是在玩一个长期的策略游戏 每一步虽小,却是通往胜利的关键 我们学会了如何将这些小成就巧妙地堆砌起来 以便它们能够支撑起更大的梦想和更高的目标 有趣的是,职场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搭积木风格 有的人喜欢慢慢来 一块一块地稳固每一步 有的人则喜欢冒险 尝试搭建出前所未有的复杂结构 而最有趣的是,有时候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积木 比如一个微笑,一次及时的帮助 或者是一杯为疲惫同事泡的咖啡 最终可能成为整个结构中最关键的支撑点 记得有一位同事,他的积木搭建技巧堪称一绝 他从不急于求成,而是耐心地积累经验和人脉 每当有人需要帮助时,他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 他的积木堆得并不快,但每一层都稳如磐石 最终,当他搭建出了一个令人敬佩的职业大厦时 我们这些旁观者都惊叹于他的远见和坚持 所以,亲爱的同事们,当你在职场中搭积木时 不要忽视那些小小的成就 它们就像是你的个人品牌的微型组件 最终会汇聚成一座只属于你的辉煌大厦 记住,每一块积木都有它的价值 每一次努力都值得庆祝 现在,让我们拿起手中的积木 开始构建那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辛酬烹饪术,调味料是你的努力 各位同学,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辛酬烹饪术,调味料是你的努力 这个话题听起来可能有点让人垂涎三尺 但别急着去厨房 我们今天要煮的是职场晋升的秘方 而不是晚餐的菜谱 首先,我们得认识到 辛酬就像是一道精心烹制的佳肴 它需要各种成分的平衡 你的基础工资就好比是那块主厨精选的肉 它是整道菜的基础 而你的努力就是那些调味料 它们能让这块肉缓发出不同的风味 想象一下 如果你只有肉而没有调味料 那么不管这块肉多么高级 最终呈现出来的可能只是一道平淡无奇的菜肴 同样 如果你的工作只有基础工资 而没有你的努力去调味 那么你的职业生涯可能也会显得索然无味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调味料都有哪些 首先是主动性这一味 它就像是盐 适量可以让菜肴的味道更加鲜美 但过量了就会让人难以下咽 在工作中 主动性能让你的表现更加出色 但过度主动可能会让人觉得你过于急躁 接下来是创新性这一味 它就像是厨房里的香料 能够给菜肴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职场上 创新的思维能让你的工作成果更加独特 从而在薪酬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 还有团队合作这一味 它就像是烹饪中的油 能让各种食材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在工作中 良好的团队合作 能让你成为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这自然也会在薪酬上得到体现 当然 还有持续学习这一味 它就像是那些能让菜肴层次分明的降至 在不断变化的职场环境中 持续学习能让你的技能保持最新 从而在薪酬上始终保持竞争力 最后 我们不能忘记工作成果这一味 它就像是点缀在菜肴上的那些装饰 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道菜的价值 在职场上 出色的工作成果 是你薪酬增长的最直接证明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当你在职场上追求更高的薪酬时 不要忘了 你的努力 就是那些能让你的菜肴 更加美味的调味料 只有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你的调味技巧 你的职业生涯才能变得更加精彩 你的薪酬也才能随之提升 现在 你们知道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薪酬厨师了吗 记住 每一份努力都不会被浪费 他们都会在你的薪酬上体现出来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都能成为调味高手 让自己的职场生涯 如同一道道精致可口的佳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社交糖果屋 甜言蜜语 开启友谊之门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一个非常甜蜜的话题 社交糖果屋 甜言蜜语开启友谊之门 这个话题听起来 就像是从童话故事中走出来的 但它其实是 现实生活中的一门艺术和科学 首先 让我们来定义一下 什么是社交糖果屋 这个词 我们可以想象成一个 用言语建造的屋子 每一句甜言蜜语 就像是一块糖果砖块 用来建构起温馨 又吸引人的社交空间 在这个屋子里 人们用美妙的话语交流 创造出友好和谐的氛围 但是 就像任何建筑工程一样 建造社交糖果屋 也需要技巧和智慧 如果你的甜言蜜语 像是拿中联家的糖果 过于甜腻或者不真诚 那么 你的糖果屋 可能很快就会崩塌 因为大家都知道 没有人喜欢虚伪的奉承 相反 如果你的甜言蜜语 像是精心制作的高级巧克力 真诚且恰到好处 那么你的社交糖果屋将会兼顾且受欢迎 人们会被你的真诚所吸引 你的友谊之门将会为你敞开 现在 让我们来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古代 有一位名叫阿唐的诗人 他以他的甜言蜜语闻名于世 他的话语 就像是魔法一样 能够让最愤怒的敌人变成朋友 甚至能够让是头尾之融化 有一次 阿唐参加了一个宴会 宴会上有一位非常固执的贵族 他对任何人都不屑一顾 阿唐走上前去 用他的甜言蜜语 开始与贵族交谈 他不是盲目地奉承 而是真诚地赞美贵族的一些真正的优点 并且巧妙地引导对方谈论自己的兴趣 不久 贵族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开始对阿唐敞开心扉 从那以后 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甜言蜜语不是简单的奉承 而是一种真诚和智慧的结合 当你学会了 如何使用这种语言 你就能够开启友谊之门 建立起坚固的社交糖果屋 所以 下次当你想要结交新朋友 或者加强与老朋友的关系时 不妨试试看用一些真诚的甜言蜜语 记住 这不是关于虚伪的奉承 而是关于真诚的赞美和关心 这样 你的社交糖果屋将会成为一个温暖 而受欢迎的地方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职场搭积木 小成就堆出大胃来 薪酬烹饪术 调味料是你的努力和社交糖果屋 甜言蜜语 开启友谊之门这三个有趣的话题 通过这些话题 我们了解到 职场就像是一个大型游乐场 每个人都在用手中的积木 堆砌自己的梦想 我们学会了 职场中的薪酬 不仅仅是基础工资 还需要我们的努力 和各种调味料来提升味道 我们也明白了 甜言蜜语不是虚假奉承 而是真诚的表达和关心 能够开启友谊之门 通过这些深入分析 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在职场中 积木虽小 但有着重要的价值 努力和各种调味料 都能让我们的薪酬增长 甜言蜜语 则能够建立起真诚的友谊 不管是在搭积木 调味烹饪 还是社交糖果屋中 每一份努力和真诚 都是值得庆祝和珍惜的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在职场中 是如何搭积木的 如何调味烹饪的 如何用甜言蜜语 建立友谊的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让我们一起 分享更多的职场智慧和心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